昏黃的燈光 點亮昏暗的空間 卻點不亮生活的希望 2017年9月19號的強震 重創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 六個月過去 仍有不少像鋼薩雷茲这样的災民 只能在原本住处附近的路边 搭帐篷生活 因为他们虽然获准可以进入公寓 却因为难忘当时地震的威力 不敢久留 政府在災后前三个月 每月提供每位災民约台币四千七百元 去另外租房子 但是根本不够用 刚萨雷茲说 起初居民们还很团结 愿意出借浴室让災民使用 随着时间过去 人们的态度转变 不但有人会偷災民用来烹饪的瓦斯桶 路上的车也故意开得很靠近帐篷 不只生活安全面临威胁 灾民的健康状况也亮红灯 大人们咳嗽 小孩们则是常常感冒 墨西哥市重建委员会主席说 首都圈总共有二十七座帐篷 但否认有人住在里面 表示那里的人只是在看守财物 并说目前九百多栋受损建筑 还有八成以上要拆掉或整修 目前进度是拆除了快三十栋围楼 还有十五栋正在处理 大人新闻陈晓琳编译